來關心到操縱國中的公佈設備老公 常常來發生問題造型上課的困惱 經過學校的頂競 南大館長考試看全天正往來實習 了解到順先的訴求後 將會協助來探討時所謂的公佈系統 另外尊敵到早期 老公的病床達到的無法度 所謂的情形 今天請學校的冠軍 提出改善的機會 醫療幹部的方式 操縱國中向國修學館長 所謂的不正好來 公佈設備需要進行 因爲相當的勞固 將會受到掛開感受 造型到掌插的問題 基本上會生完美所有的系統 剛才現場也播放給我們聽 確實會有一些雜音 或者是說訊號不好 包括可能也會聽不清楚的等等狀況 那麼這個真的如果說有一些危急的狀況 或者是說有需要來做疏散的時候呢 可能沒有辦法傳遞到在校園的每一個角落 所以我想這個廣播器材是必須要透過現在數位化的一個購置 那麼能夠讓在校園內的每一個角落都能夠聽得到 所以現在校長也提出來這個整體的設備 大概是要兩百二十幾萬的預算 那麼我們縣政府這邊會給予支持 庫路條和現任所超過一千人 公佈設備的重要 為了蘇生順口感到安心 科學館長這邊等會不會後來找看 也是希望幫好好來解決到問題 以下就說公佈設備的部分 馬大英協助來進修到六位本書 因為早期建築的關係 那麼污水管是外露的 也跟我們的樹枝盤根錯節 樹枝也已經到這個 可以說是都發展到污水管裡頭了 所以也會造成在整個排水系統的不暢通 同時也造成了磁磚的龜裂 所以這個現在也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不論是大瓶的電視和各學生的桌椅子 都協助了學校在辦學方面的經費的協助 今天又來到我們草屯國中 關心到我們的廣播系統 還有我們這些老舊廁所 現場親自都下去看 了解這些實際的一些狀況 也贊助了也希望說給學校這個經費 科學館長慶庭的學校本來用心 他跟中央做一條中央後段 國庫也會不斷來加強兩下的設備 讓小孩快樂新中快樂合適 記者您先 藏寶都